立即还是正义?归去来直击当下年轻人痛点。 归去来收官,收视率登顶之外,网播也已突破70亿,成绩已十分耀眼。 自开播以来,归去来引起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讨论,即使收官热度仍不减,给持续低迷的影视剧市场注入了一记强心针。 为什么这部嫁接在海外留学生之上的贪腐剧能叫好又叫做? 究其原因,是它触动了当今社会最为敏感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,年轻一代如何在与父辈的价值观冲突和复杂的现实中,坚守内心的田园,完成自我蜕变。 田园将无的五次递进。归去来袭,田园将无狐不归。 陶渊明的田园将无贯穿全聚,一共出现了五次。 第一次是书旺参加书册的毕业典礼后在回国路上发给儿子的短信,当时书册已经发现父亲出轨,贪腐,看到信息恍然大悟,父亲对自己坚守正义是欣慰的,以施济情,希望儿子能理解并原谅自己以迷途难返。 之后书册关闭公司,写下这四个字,这是第二次出现。 难道他心中的田园要荒芜了吗?这时候,肖青出现,点醒陷入崩溃的书册,田园始终都是你的田园,既然有勇气让他荒芜,也应该有勇气将他重建。 田园将吴的第四次和第五次亮相则是在大结局。 肖青找到了躲在柬埔寨的书册,虽然书册也很想念他,却无法面对过去和现实。 肖青临走时留下了对他的期盼,归去来西,田园将吴湖不归。 之后书册终于走出困惑,以蔑视者身份出现在肖青面前。 当肖青问他为何要来律所做实习生时,书册答,归去来西,田园将吴湖不归。 甘愿颓,前路迷茫,迷途未返,迷途知返,迷途已返,导演赋予归去来的价值意义。 在情节推进中逐渐升华,让观众直观感知到书册面对两代人价值观冲突时, 在撕裂的痛苦中完成的蜕变,和剧中六位年轻人一样,流年孝之,未来可期。 公平与正义价值观符合大众期盼。现实题材的影响力常常在于内容的普遍性。 归去来剧情里所呈现的校园暗恋、撞车顶包案、权钱交易、父母生病等所表现的内容都有广泛的社会覆盖性和现实性。 在剧作手法上,草舌挥线、福年千里、青春戏、法庭戏、繁腐戏、家庭戏等各种剧目轮番登场, 多条叙事线其头并进,每一幕剧都可成为单元剧,但彼此又都有暗线相连,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包含在社会大关系中。 但是这部剧最终取得广泛关注并不只是依靠纯熟的表现手法,而是嫁接在故事情节上的价值观引发观众共鸣。 六位青年不同身份、不同背景,在不同的价值取向间来回摇摆,抉择价值观上的归去来。 爱情的门当户对主要是价值观上的门当户对,这种爱情观无疑击中了当下年轻一代内心对爱情的真正追求。 宁明对添添的纯情,是绝大多数人心中向往的幸福。 但在过去的电视剧题材中,这种家庭背景差距过大的爱情会受到阶层阻碍,往往不得善终。 而在规矩来中,宁明依靠自己的努力,打破阶层固化,事业爱情双丰收。 这样的happy ending虽然略微脱离现实,但能看出导演和编剧追求的是建立在独立人格纸上的爱情公平。 再比如一边是该做的事,一边是想做的事,如何选择?选择考量的尺度是什么? 宁明便处于这种两难之中,要么选择正义,交出证据让犯罪分子扶法,要么保全爱情,对知道的事情闭口不谈。 在爱情与正义的痛苦抉择中,肖青坚守了自己心目中的底线,选择了正义。 输扯也是如此。 当妙迎向她隐瞒了两家父亲进行非法交易的事,她会觉得被欺骗,被污染,她会残忍斩断看似无辜的爱情,以此保全心中的安宁,当她怀疑自己的事业被牵扯进父亲全商勾结的阴影中时,她会直接放弃公司以示抗争。 也正是因为输扯和肖青拥有相同三观,两人才能历经波折后仍然走到一起。 这种建立在共同人生追求上的纯粹爱情不正是当下人最向往的吗? 年轻人在面对残酷现实时,如何坚守内心的纯粹,如何守护内心那片纯净的田园,选择立即排斥正义,归去来的价值观导向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